来看到有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朋友 组成了侠客帮这个团体 他们是参加教育部所举办的 旅游学习体验活动的竞赛 准备要以0元来进行环岛游台湾 好奇怪哦 一毛钱都不花又怎么游台湾呢 原来这些年轻人沿途会透过表演 来为店家进行产品行销 这样子一来就可以换取店家提供的时数 透过镜头来看侠客帮 如何用表演换取免费的时数 侠客帮的团员正忙着表演前的准备工作 因为等一下将在新南夜市店家门口进行表演 而他们是来自于全国各地 组成团体之后报名参赛了 教育部青年署所举办的 青年撞游台湾寻找感动地图的活动 准备以0元也就是没有经费的方式环游台湾 而新南夜市是其中的一个据点 任何想来这边做表演或是用劳力来 才艺来交换这种时数 可以在那边实现这个理想 这次算是一个实验性质的表演这样子 这些小朋友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到我们这边 我们当然要尽了地主之宜 给他们一个机会 然后让他们生活能过得更好 希望大家都有美好的明天 那我未来考虑跟各大工艺团体去配合 去了解这个社会 还有多少像我们一样需要帮助的人 那我们来我们夜市愿意提供一个协助 那跟他们做这样的一些工艺上的交流 夜市店家想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透过与工艺的结合凸显其特色 希望借此也能够让政府单位 看出他们的用心与决心 让历经两年的就地合法营业 可以早日实现 中佳新北新闻中和长报导 经许可,不得到 CHAOS